好 各位气球大家好 那这盘棋是柯杰对战谈笑 在6月4号的一场比赛 柯杰直白 谈笑直黑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啊 黑棋挂完脚之后 直接选择碰到左下 这个走法倒是最近比较少接 走完之后 白棋选择断打 这个棋呢 我们见的比较多一点的是这个单瞻 这个也是个定式 白棋打吃 黑棋冲完之后一拐 白棋提 黑棋打 白棋反打 黑棋再一提 黑棋取脚地 白棋取外势 实战 柯杰选择底下断打 再一爬 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定式的走法 白棋二路一打 那在这个局部呢 因为黑棋左上啊 这个地方可以先手飞压 所以说黑棋完全可以把这儿给交换掉 再回到左下来交换 让白棋吃 接下来你黑棋也可以选择单拆 把这个左边的模样给他扩充出来 也可以选择压完之后再拆 当然了这个压完之后 这个黑棋虽然说模样更大 但是白棋底下也扩张出来了 这手压你可以考虑走或者不走 实战 黑棋是直接往这儿一交换 单拐了一手 那白棋从二路一搬 黑棋反搬 白棋断完之后一瞻 黑棋吃 那等于说黑棋还是把这个方向转到了外面 因为白棋底下少长了一下 以后黑棋能打到这儿还是特别舒服的 实战 柯杰往上来一个超大飞 这个棋一边拆边 一边想要引针 所以说黑棋马上提掉 白棋继续回到右上刮脚 黑棋飞 这个地方黑棋没有走跳 主要是这个跳在三线太扁 以后因为白棋上方这个间距比较大 黑棋肯定要打入进来 跳的话明显不如这个飞 对上方的这个接应的作用更强 好 接下来柯杰回到右下角一挂 当然这个地方AI强调 左上的这个靠压 可以早点交换掉 不管黑棋是拖进去也好 还是长也好 怎么定型 白棋先把左上拿住 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而且白棋一后 黑棋的这个打入的严厉性就削减 实战 白棋往下挂脚 黑棋上方打入 那这个棋呢 当然黑棋还有这种非常强硬的 碰上来的走法 就是因为白棋的间距比较大 看上去是个无理手 但是非常奏效 我就跟着贴 白棋从那尖冲 那黑棋就跟着硬 这个棋三颗子并不怕白棋的攻击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打入 白棋底下先手飞压 再一阵头 走的是气势挥宏 当然黑棋的这个地方处理方法非常多 实战是直接往外飞出头 这个地方因为白棋四处露着风啊 黑棋也可以再打入一下 对吧 白棋要是直接分断 那黑棋就把这个脚上一围 这个白棋肯定是吃亏的 右边还没有吃干净 如果你要是靠压出来呢 黑棋一沾 你再分断 黑棋还是可以出头 这个地方白棋怎样都拿捏不住啊 所以说我们来看实战啊 黑棋是飞完之后一般 白棋一断 这个显然双方想要对杀了 那么这个棋呢 白棋也有一招转身离开 比方说从这一虎 虎完之后 黑棋往这一肩顶 白棋直接把底下吃住 就跟黑棋形成一波转换 黑棋一顶 当然了 白棋上方的空 还是会被黑棋压缩一下 总的来讲 这个地方黑棋是不难处理的 白棋很头疼 实战白棋一断 黑棋往底下一场 白棋再一场 黑棋小尖 那这个对杀 肉眼看上去 肯定是黑棋有力啊 那很明显 柯杰想要弃子了 那这个四个子 也是当做一个包袱 把他给弃掉 下一手棋 黑棋团住 这个地方 黑棋走得不太好 这个太过于着急去收弃了 还是应该在上方 先把这个飞压的便宜占掉 你再顶就行 顶完之后 我再往这儿 双一个 在底下直接搬了长器 这个肯定比实战好很多啊 对吧 虽然 或者说你不顶 你直接从这儿 搬完之后一打 把这一系列交换掉 再收弃都比实战要好 实战走这儿 那这个白棋往二路一搬 对吧 黑棋这个吃起来是一个收弃吃 关子便宜 也全部被白棋占掉 这样白棋弃子是完全不亏的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 AI甚至于 劝黑棋 不要去吃了 就简单的顶出去 双一手 白棋底下小尖 因为这个地方 黑棋不能再挡嘛 再挡白棋收弃 这个黑棋 要不利了 所以说直接选择冲出去 让白棋度过 我在控制外边 这样下黑棋仍然不错 那么实战呢 黑棋选择 直接二路间 去吃 然后白棋一挡 黑棋往这儿一虎 白棋一打 这个太过于委屈了 是吧 外面全部被白棋搜刮 那么这个时候呢 黑棋还是应该转身了 这个上方的空啊 干脆就让给白棋了 我赶快去抢 下方的这个夹击 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一手 白棋毕竟要去吃 还是一个后手 对吧 黑棋完全可以把这儿 全部给收住 但是人类的思维 在这个地方 跟AI始终是有出入的 就人类觉得呢 已经花了非常大的代价 非常多的手术 去吃这颗子 吃这些子 我要是轻易的 让白棋又反杀 这个从心理上来讲 也是接受不了的 所以说黑棋还是直接收气 那这个棋 白棋肯定气不够了 比如说你要是一路扳 还得补断 黑棋一路扳 收气 我们来看一下 这儿简单的一个收气情况 白棋两边不入气嘛 所以说白棋不行 实在呢 白棋是底下超大飞 这个黑棋往这儿一蓝逼 白棋尖顶 黑棋一长 白棋二路一扳 当然这个二路扳不是绝对的先手 实战黑棋也是脱先了 先回到右下角 肩顶一手 然后 还是挡住 这个地方其实 跟左上角的价值比 不如左上角大 而且左上角 你这个拖完之后一例 还有先手意味 黑棋实战往这儿一挡 白棋提 先把上方继续搜刮一下 以后这个打还是白棋的权利 当然现在黑棋左上不拖 白棋的这个肩顶就尤为的重要了 特别是这个半战过后 白棋铁厚 而且这个黑棋马上就变薄了 像这种三路的脸啊 二路的夹都有 对吧 左上始终是双方必争的一个要点 但是都没有去下 白棋把底下头长出来 黑棋一飞 白棋一拆 底下白棋想经营这个模样 上方黑棋去跳了一手 这个呢 也是想抵消掉白棋的这个后卫 毕竟白棋以后 以后就算白棋不坚定 我直接打入进来 也是特别严厉的 黑棋跳 就是补掉这边的薄位 白棋下一手继续二路飞 这个太舒服了 全是先手搜刮 上方再一打 你看这个黑棋吃的其实特别的小 白棋左边再一坚定 这几手棋 柯杰把棋盘上最大的几处地方 全部强调 所以说现在白棋的局势是非常有利的 AI认为呢 白棋就简单的在底下补一手 把这个大控为牢 这盘棋基本上已经 悬念不大了 但是柯杰肯定不满足于此 他觉得上方很厚 是吧 还要打入进来 看你黑棋怎么办 你如果往上小肩的话呢 白棋就补脚 是吧 你阵头我也不怕 因为我很快就可以取得联络 你黑棋走我就补在脚上 这儿完全黑棋都切不断了 这边白棋太厚了 那么实在呢 黑棋飞压过来 白棋冲 黑棋也是特别强硬啊 他觉得白棋厚 那黑棋左边拔了一朵花也很厚 所以说当白棋搬的时候 黑棋上方一起做一个准备活动 直接咔嚓一段 这个地方又形成了一个作战 白棋上方先打了一手枪 然后柯杰非常机敏的选择 拖先把左上脚挡住 这个也是AI的一选 这个地方呢 如果说白棋强行战斗 打进来 黑棋挡住就可以了 你沾我把你脚上去吃 这个白棋无区啊 脚也没了 这个边上空也被守住了 所以我们要注意 黑棋这儿打持 不行啊 因为被白棋往这儿一打一沾 你这个黑棋走这儿呢 他有一段 你沾他贴下去 两颗子要被吃 你要是站在旁边 白棋一打持一尝 那三棋对两棋 黑棋骑筋要掉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也可以直接用这个挡 防住就可以 那么实在呢 柯杰往这儿一走 拖先 黑棋补棋 主要是这个地方 黑棋就算吃两个子 还是给白棋很多借用 所以说你看 这个柯杰 右上角的这个棋子 和左边的棋子 都是说恰到好处 把这个局势解明了 把自己的优势给保留下来 黑棋下一手棋继续贴 白棋一路扳 这个地方 黑棋千万不要随手去挡 挡的话就后手不断 什么棋都没有 这个棋 黑棋绣了一个手筋 先断再扑 好棋 白棋上方先打了一个将 然后单棋 黑棋一吼 这个地方呢 白棋就没办法继续尝进了 因为你尝的话 黑棋一挡 上方一尝 你一打吃 黑棋后边一打 再一扳 是吧 你一虎 一尝 一瞻 这二一次 一连 直接四棋 对三棋 白棋不行 而且这个地方 你以后不走 被黑棋挡下来 这个字也没办法沾 对吧 你还得提 那这还有个节 所以说这个是黑棋的一个收关的手筋 实在 白棋往下一跳 这个时候 黑棋 这空不够 还得掉进来 那AI肯定还是推荐 白棋简单围住就够了 是吧 黑棋这个冲 我就顶住 都没什么棋 实在呢 柯杰还要选择 把黑棋抓进来 这个虎也不考虑了 虎的话 其实也能唯控 直接一尝 黑棋一虎 白棋就虎了 然后把这儿 全部给守住 看上去 黑棋好像便宜了 但是黑棋越走越重 是吧 四棋还是一块孤棋 下一手棋 黑棋往这儿 直接一压 当然白棋这儿 刺是一个先手权力 实在 柯杰并没有着急交换 而是单长 黑棋直接往这儿一冲断 白棋先手一打 接下来 柯杰往下一冲斥 这手棋呢 给了黑棋转换的一个机会 其实最好的 白棋就是往上一贴就行了 贴完之后 你把这个出头 是吧 黑棋底下一只也没有 他要是把这个后手眼 做出来 白棋往这儿一点刺 就让黑棋出头 他这个是非常痛苦的 一路单关连回家 白棋也顺势跑回家 对吧 这个控黑棋还是不行 实在 柯杰往这儿一冲 黑棋往这儿一打吃 这个还是有点吃小了 AI的建议呢 是黑棋往上飞压一手 然后啊 白棋出头的时候 因为白棋现在出头也不好出 他只有飞 直接把他跨断 跟白棋去开这个结 这个是黑棋现在一个机会 那实在呢 黑棋选择一拐打 白棋一打吃 黑棋再从上方一飞 白棋一提 这样的话 下方四个子 黑棋一死 那你中间吃的这点木薯 也不足以弥补这个损失 而且白棋这个头长出去 以后往这儿一拐 是吧 你中央气还很紧 还得再补 白棋右边的这个模样也出来了 所以说这边黑棋也没有占到什么太大的便宜 现在全盘的这个木薯情况呢 是黑棋大概 最多也就是个盘三左右 这个棋 但是棋盘越来越小 可以收的地方已经很少了 关键是现在还是柯杰 先手收关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已经非常困难了 好 那我们稍事休息 下一节视频继续给大家 带来这盘棋的冠子阶段 看看黑棋 究竟还有没有机会翻盘 好 棋友们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节视频再见 拜拜 好 各位棋友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6月4号 柯杰对战谈笑的这场比赛 现在这个黑棋的局势已经不太对了 因为柯杰之前用了三次非常绝妙的棋子 让黑棋吃了之后啊 反而目数不够 白棋下一手棋 选择在二路一跳 这个是白棋的先手权利 黑棋呢 走的是单瞻 当然这个局部你走二路夹也可以 白棋冲你沾 他一拐 我往这先手一拐之后 直接定型 这个时候再搬出去也行 实战 黑棋单沾完之后 往这一飞 把两个子吃住 白棋二路一爬 旁边一沾 这也算是定型了 接下来 黑棋左上角 继续先手小尖 左下再一拐 下一手棋 黑棋走的是下方的这手斑 这个棋呢 我们稍后就能看出来 白棋有什么应对方法 柯杰先在中央去点刺了一手 看看黑棋怎么应 黑棋实在是挡了一手啊 这手棋非常的不情愿 这个棋型是一个大鱼型 但是你其他方法也没有啊 你沾上的话 白棋甚至于以后往这一尖顶 还可以连根洞出 这个棋黑棋肯定不满意 你抓也抓不住 白棋右边也可以回家 上方也可以挑回 黑棋挡住 白棋底下一扑 这手棋是跟黑棋底下的这个眼位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说白棋没有选择挡 挡完之后 黑棋沾这儿多了一个老虎口 那就多了一些眼位 扑了一手 黑棋提 下一手棋白棋 其实最好是走在右边边的位置 因为现在啊 黑棋是不敢进去破空的 他如果从一路跳进去的话 白棋这一路搬 你黑棋坐眼 我再一冲 你再打持 白棋这一挤 这个黑棋就很麻烦了 底下这只眼 你只有提才是一只真眼 白棋上方直接往这一掐 再一封 上方一只假眼 底下真眼没用 往旁边一路也做不出来眼 这样黑棋要死 所以说 这个棋 AI的一选是这手病 实战客截就简单 猴了一手 那黑棋赶快远地定型 断了一个 白棋长 黑棋打下去之后 有一个一路点的妙手 这个棋是一个局部收官的手精 白棋要团 长气 然后黑棋再一搬 这个时候白棋已经不太好 挡下来了 再敢挡的话 被黑棋扑完之后一打 你一瞻 他一瞻 明显白棋卖一棋 大脚全死 所以说白棋要收气 黑棋先手一收 白棋在打持之前 先往这扑一个 再打持 那以后黑棋的连这个搬 都是一个先手 还有一个打持截不归 好 走完之后 黑棋回到中央 去唬了一手 白棋呢 上方是先靠了一个 这个棋 AI的一选 是白棋先从一路搬 这个是一个绝对的权利 再从这靠 这样两头都走到了 实在 克杰选择单靠的话呢 黑棋也是 非常的灵敏 就直接选择一路利 你不走 那我来把他抢掉 白棋上场 黑棋往这 补一手 下一手棋 克杰往底下一搭 这个也是一个绝对的先手 当然这边你暂时不走也行 回到右上 这个打完之后 再一段打 也是非常大的一步 我们来看底下 打完之后 白棋往这一拐 这个拐呢 也是一个绝对的先手 假如说 黑棋敢脱先的话 比如说你回到中央去搬 两颗子 白棋直接往下一冲 你扩大眼位 白棋这儿 再继续顶进去 再往前一冲 再往这儿 做成一个刀把武的形状 这个黑棋也是冲不出去了 冲我就挡 再打吃 再连 再冲再挡 这个棋没有任何的问题 黑棋全死 所以说 这手棋 黑棋必须要回过头去 补一手 白棋中央一段打 黑棋提 好 这个其实也挺大的 但是实在没有这样走 就是走完之后呢 白棋再一沾 他可以防止住 黑棋右边的这手搬 本身黑棋可以搬出来的 但是多了白棋中央的 这几颗子 白棋往这一跳夹 黑棋就完了 你首先不能冲断 冲断我往这儿 贴完之后一顶 黑棋只有两棋 卖一棋 如果你要是冲完之后 往旁边冲的话 白棋直接一扳 你冲我就挡 断我就连 直接紧气 我就把你吃通 长一手 直接收棋 黑棋卖一棋 如果这个棋 黑棋直接断的话呢 那白棋单瞻 是吧 你从这儿打也打不出来 这个显然黑棋也是不行的 所以说这个中央的打是非常大 实战客棋回到左上方 往这儿一断一吃 黑棋上方一立 先手 底下一井气 先手 然后往这个旁边一扳 这个地方呢 上方的这个打 其实非常大 这个始终是黑棋的 一个先手权力 那么中央的这个打 就显得稍微小一点 因为你走这儿的话 被白棋往这儿一补 这个扳肯定是没了 白棋 右边还有一些小潜力 我们来看实战 黑棋走这儿 搬出 白棋下方先手 然后左边一立 这个地方也是黑棋的一个小失误 很明显应该早点把这个打完之后一搬 收掉 这个明显是黑棋的先手权力 对不对 现在没有走到 被白棋一立 相当于一个逆收 那黑棋肯定是很难受的 所以说黑棋的官子还是吃了一些亏 这个时候黑棋先回到下方一爬 中央一飞 白棋的这个地方肯定不怕 两个子肯定不会死 实在呢走的是尖顶 就算白棋搬也无所谓 白棋搬 黑棋如果粘住的话 我就往这儿一虎 你冲出去 我往这儿一搬 你顶一个 白棋粘上 你断 打吃完 上方一连 先手 然后底下一连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或者说白棋 我们来看 就实在一样往这尖顶就行了 那黑棋也没辙 他底下一沾 白棋一连 黑棋左边一打吃 再一尝 白棋还是可以连回 白棋实在往这一搬 然后 你看左上脚一顶 这个地方原来也是黑棋的先手权利 现在又被白棋逆收一下 而且你明显现在断吃两颗子 价值不如这个旁边 白棋 直接稀里哗啦一冲下去 全是先手 而且黑棋自身这个气井还有问题 对吧 所以说 这边黑棋又吃了一点亏 走完之后 白棋上方一跳 好 黑棋把左下的这个先手便宜占掉 然后 右边一拐 白棋两颗子连回 黑棋 这个时候 其实中央的这手跳挺大的 因为还带着一些潜力嘛 对吧 但是黑棋这个时候 往上去扑了一个 这个可能是想打僵 这手棋 可洁连给你打僵的机会都没有啊 直接往中间 一小钱 这个要点又被白棋占住 黑棋顶完之后 白棋的这个团还是个先手 你不走的话 马上一冲你一段 再一吃 直接其筋之痛 所以说黑棋又亏了一点 白棋再往这一补 关键是你黑棋尝进去没用啊 对吧 最多是稍微便宜 那么一点点目数 你还是站不上 这还是一个打二还一 好 这个时候 黑棋回到右边 一段一打 白棋中央一尝 好 这个时候黑棋依靠 你还不能用强 如果你要强行吃白棋的话 你还吃不住 你一般 白棋往中间一小间 你上方两个子得连回 白棋马上原地一挖沾 然后你挤 一段也没用 白棋这一沾气实在太长了 虽然说黑棋有这个挤的先手 但是你上下两段不能兼顾 你补上扁 白棋底下还不跟你开这个结 他就直接打完之后再一打 黑棋死掉 你如果要连下扁 白棋往上一段 你吃 我再一收气 刚好黑棋少一气 也不行 就说这边黑棋动手也没用 直接简单收关 好 黑棋打完之后 白棋往这一点 下方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关子了 我们把它快速放完 那么最终的结果呢 是柯杰直白赢了 三目半 这个棋可以说 全盘啊 柯杰发挥的都非常的不错 特别是布局到中盘阶段的 那三次棋子 实在是妙 黑棋主要的问题呢 是上方这一块啊 虽然说能把白棋吃掉 但是太过于着急去收气了 导致白棋 棋完之后 一系列的棺子搜刮 反而棋子 获得了便宜 而且黑棋发现不对之后 上边应该先各支不管 抢右边的大控 这个也是黑棋的一个机会 这两次机会一错过 其实这个棋 对黑棋来说 已经非常的不利了 再到左边 柯杰又运用了两次棋子 那这个棋 黑棋 只能这个差距越来越大 加上官子阶段 有左边啊 有两次地方 被白棋逆收 这个也是黑棋 亏的地方 好 那这局棋 就给大家带来到这里 希望其我们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